这一个出口都关闭了 这上面有个公告 根据要求 这里也关闭了 我现在准备用无人机航拍 看一下这个里面是什么情况 这里就是三环这里嘛 然后它这下面有一条 这个水系刚好把两面隔开了 看先看一下飞到这一个 往上面飞一点 先飞到一个50米的高空吧 然后再看一下这周围 看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就是转口 转口经济开发区 就是目前只能进不能出的地方 我们先再看一下周围吧 往这周围扫了看一下 这条线就是三环线的 这里就是 上环线都是三环线的高架是可以走的 然后这边是他宁静的这一个城区 这边是四行中路 放草五街 放草六街 还有梅宁七街都在这边 这是武汉三环线内的这一个小区 见到孩子都是非常好的 这现代化的高楼 住宅区 立化也非常好 这边都是正常 正常在运行的 这边都是 可以自由出入的 我就是从那边过来的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立交 我看这里 刚刚下过暴雨 下面都已经淹成一片汪泽了 这个就是江城大道立交 看这个只有三环线的 这一个高架上面车在走 这个立交两边都没有车 看这边 这边是进不去的 往这个里面 看这前面 这前面就是那一个东风本田汽车 有限公司的第二工厂 就是这里 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厂区里面出的问题 应该不是这一个厂吧 看这里面 这里面完全没有车辆 这里面就成空的了 完全空了这里 道路上没有车 这边也是一样的 全空的 没有车也没有人 这一个是这一个永望目楼城 原来我来过这边的 永望目楼城 这边原来非常的热闹的 很多人都喜欢来这边 这个是日本人开的这一个购物商场 永望 这上面的这一个停车场也全部空了 这个里面就像回到了这一个武汉的2020一样的 真的是像回到了武汉的2020 哇原来我来这边的时候 这边是多么的繁华热闹啊 我来的时候这边都是提满的车的 下面 然后这边也是人身停沸的 我来了几次这边 每次来这边都非常的热闹 这一个有的人说 这一个武汉反应有点过度了 就是其实武汉病例并不多嘛 然后他一封 他把这整片区都封了 看见没 他不是一个小区一个小区的 他是整片这一整片区域 但是实际上很多人都不知道 武汉2020年那个时候啊 那个时候真的是 当时有很多人 这一个排队去领骨灰河啊 十里长街排队领骨灰河的那种画面 很多人都没有这一个经历过 所以武汉就是 对这方面抓的特别严啊 是全世界吧 抓的最严的 命颗岩管也不也不会 这一个再让历史重演啊 现在我怎么再飞高一点 现在是89米 再往上面飞一下 现在95米 102米 106米 110米 这底下全部都空了 这一个是 武汉 目前管控最严的地方了 也是武汉 这一次影响最大的地方啊 134 139 145 150 真的是看了这里啊 真的感觉就一下就又回到2020年那个时候了 一样的啊 就是城里面是一片的寂静 一片寂静 就是就是跟空城一样的 一个曾经那么繁华 人生顶沸的地方 一下就这个沉寂下来了 有点像这种漠视灾难品的感觉啊 就是人类忽然一下全部都消失的那种感觉 这边也是牺牲最大的吧 这一次 不知道这边什么时候可以恢复正常 只有这个远处的高架上面 这些穿牛布袭的车辆啊 说明这一个整个武汉还是在正常运行的 看 这边只是这一个很小的一片区域啊 它还有一大片区域 就是在这一个江对面 这个江对面这边 这边有一片 这一片是这一个一片大的这一个高尔夫球场 在这个高尔夫球场对面 这里面这一片区域 也是这一个 现在不让进入的 这一片的高尔夫球场对面 就是这一片区域啊 那就是这一片区域啊 这一片区域的